她是前OP组合的成员 是《青秋湖传说》里的小跟班苏喜 是《寂青春》里的朱小北 是第四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刘亚瑟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 凭什么击败巩俐 吴俊儒等候选人 成为第九个内地金像奖影后呢 这一切都源自于去年的一部犯罪悬疑电影 致尺 电影讲述了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展哥 和新来的年轻警察任凯 搭档调查一起连环凶杀案 这起案子的特别之处在于 警方所掌握的线索 只有受害者的一只左手 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 经过化验 警方发现这只手属于一个曾经的服刑人员 于是展哥和任凯前往相关单位调查 期间意外遇到了同样浮过性的王陶 然而这个女孩的出现 就让展哥有了明显的情绪变化 她先是暂停长案 却打听王陶的行踪 又在找到王陶后 发疯死的追捕 险些将其直接撞死 好在搭档任凯及时制止展哥 王陶才得以逃走 侥幸脱身的王陶连夜乘舍离开 在大巴上 王陶回忆起了过去的经历 原来 王陶曾经入狱 是因为独嫁撞到过一个孕妇 而这个孕妇就是展哥的妻子 所以 王陶明白展哥对他穷追不舍的原因 强烈的愧疚感 让王陶放弃了逃走 因为 他在出狱后仍然从事着一些盗窃类的犯罪活动 所以手里有很多相关罪犯的情报 为了取得展哥的谅解 王陶愿意做线人帮展哥抓捕罪犯 但愤怒的展哥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自己的妻子 因车祸瘫痪在床 腹中的女儿也不信夭折 所以王陶无论做什么 展哥都不愿意原谅他 但与此同时 案件有了进展 警方在一个垃圾堆里 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 经调查 天女子是一名吸毒人员 于是 警方就将目标放在毒贩身上 展哥让王陶将他所知道的 所有涉及犯罪的人员线索 全部提供出来 警方则对这些人员 一一实实抓捕 然而 到了警局 作为信任的王陶并没有被保护 而是被展哥直接安排于那些罪犯 面对面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 果然 王陶遭到了报复 被打了遍体鳞伤 展哥又找到王陶 这一次 展哥要王陶带他们去毒品交易的窝点 同样的 没有对王陶有任何保护 这一次 王陶带展哥他们找到了关键线索 一个没有左手的吸毒女 之前的死者确实和他有关 展哥和任凯分析他的作案动机 或许是因为嫉妒 但受弱的他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作案 一定还有一个帮凶 在展哥等人的辩问下 女子承认罪案是男友所为 并且透露出男友是一个日本人 就在展哥和任凯押送女子回警局时 女子却突然说 男友就在楼下 趁二人分神 女子逃跑 于是任凯下楼确认情况 展哥追捕女子 另外一边 本以为和展哥已经互不相前 想要离开的王陶 却遇到了之前指认过的罪犯 这一伙人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要将王陶置之死地 展哥这边 由于地形错综复杂 跟丢了嫌犯 女子就在离展哥不远处被男友杀害 任凯在楼下义无所获 却遇到了罪犯围攻王陶 混战之下 任凯的配枪被打落 惊恐万分的王陶则撑乱捡起了枪 面对想要自己命的凶犯 王陶因为害怕 失手开枪 又在逃跑过程中 不知道把枪丢到了哪里 丢失配枪对于警员来说 就宣告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于是两人追到王陶后 将其锁在一辆飞机的汽车上 然后返回寻找配枪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他们在小巷子里寻找配枪时 凶手就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 那把枪也在他身上 之后 凶手静着来到王陶身边 等两个警察返回 王陶已经被带走 等待王陶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可想而知 展哥让同时帮忙查找 所有入境的日本游客 很快就锁定了居无定所的山田松 虽然展哥对王陶一直怀有恨意 但联想到之前那些受害者的遭遇 展哥心中的正义感 让他备手煎熬 与此同时 任凯在丢枪的小巷子里 找到了和案发现场一样的脚印 可以确定 凶手就是在这附近流浪实荒的山田收 王陶被绑着一个兑满垃圾的仓库 在山田收的眼里 他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不过王陶也发现了山田收的秘密 原来山田收的母亲左手残缺 而面部有残疾的山田收 对母亲有一种激情的依恋 以至于他会将每一个受害者的左手砍下 大雨倾盆的夜晚 展哥和任凯在街道上努力寻找着王陶 而山田收已经要对王陶行凶 就在铁铲即将把王陶左手砍下时 王陶大喊出了日语的母亲一词 山田收一愣神的功夫 王陶拿起旁边的匕首就刺了下去 虽然没能将山田收杀死 也将其重创 王陶趁机跑了出去 展哥和任凯也顺着下雪道流出的守部模型 一路追查到这里 正好遇到了出来寻找王陶的山田收 三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躲在附近的王陶意外摸到了任凯丢失的那把枪 但由于太过恐惧不敢出来 展哥和任凯拼死制服了山田收 但就在展哥想要追赎王陶时 被恐惧却会理智的王陶连开竖枪 指展哥牺牲 在来之前 展哥瘫痪的妻子就已经去世 这下展哥可以在天堂和他团聚了 数日之后 任凯找到上司 承认了自己丢伤的过错 可他不知道的是 展哥已经偷偷把警枪的编码召唤 替他顶了罪 之后 任凯到医院探望王陶 并将展哥临终前想对王陶说的一句抱歉带给他 王陶在听到这句话后 也终于可以释然了 如果说前段时间上赢的神探大战 可以用生猛形容 那这不致辞 简直就是生猛不辣死 各种你能想到的 和你想不到的犯罪场面 都得以直观展现 虽然全片以黑白展现 但丝毫不影响空气中弥漫者的血腥气息 不免而来 女主王陶的扮演者刘亚瑟 一概往日清爽干净的伴想 在这部电影中 可谓是将自己放低到了尘埃 从头到尾都在雪浆和宁面里挣扎 为这部电影做了不小的牺牲 而在表演方面 和自身老戏古灵家动交锋 也能不落下风 虽然对比之下有免不了的青涩 但已经很好的成就了角色 面对展哥夫妇时的愧疚不知所措 以及中后段面对危险的惊恐窒息感 都相当到位 尤其是恐惧到崩溃的感觉 隔着屏幕也能直达观众内心 而他那一双充满生命力的眼睛 则像漆黑夜晚里的月光一般 让电影中那个残破泥泥的世界 有了一丝光亮 对于电影名智齿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 我的理解是 人性中的恶就如同智齿一般 它看似是一场小磨难 但却在看不见的地方肆意生长 等到你真的意识到它的危害 它就已经将你折磨得痛不欲生 所以面对人性之恶 最好在萌发阶段成熟 否则真的回之玩意 好啦 关于电影智齿 就分享这么多 好奇刘亚瑟的精彩表演 就去看看原片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